哈囉 表迪妹 這一集呢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題材 就是系統櫃怎麼樣不犯錯 因為我個人的這個衣櫃呢 就是在之前訂做的時候呢 就是犯下很多錯誤 那我怎麼會犯下錯誤 我在錄影的當下 我家真的真的就是在施工 所以我現在住在一個很像工地的地方 但是因為系統櫃的痛呢 我真的太切身之痛了 所以我一定就是要列舉出來 但是我要先跟你講 本集不是那種專門的那種 系統櫃常常跟你講說 板材要什麼幾公分幾公分 然後通常櫃是幾公分 不 那件事情 不是這一集要告訴你 是因為就是請系統櫃來設計的時候呢 然後系統櫃的設計師會說 譬如說這是形容衣櫃 然後他說好 那我畫設計圖給你看 然後呢 他就會拿設計圖給你看 就說那你有沒有什麼要調整 或是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你看那個 你就看這樣 嗯 好像就沒什麼問題 你知道 因為你看不出問題是什麼 就跟就是以前上數學課一樣 老師每次上完數學課 然後上完這一整堂課的時候 老師就說有沒有問題 同學 然後大家都沒有問題 我也沒有問題 然後怎麼考試都錯呢 因為我們根本就聽不懂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系統櫃呢 很麻煩的地方是因為 你在還沒有用之前呢 你根本就不懂 哪裡會是錯的 哪裡會是不方便的 所以他拿設計圖給你看的時候 你會完全就是一片茫然 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那我告訴你 這個差得 都差 做了 師光中 你這個做多少錢 不便宜是不是 被騙了 被騙了 對 我跟他們就是結球 因為他們家的系統櫃是櫃 然後結果我做出來之後 我發現就是超多 就是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就是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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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氣的就是砲轟 就那兩個字 對 因為我這個做的是衣� 所以我今天很多錯會 我讓到衣�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很多錯會 我讓到衣�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呢 因為那時候我要做的時候 你就喔好 我就做 然後他就畫衣櫃出來畫給你看 然後我發現我這整個衣櫃 沒有一個就是放 長陽妝 或長大衣的地方 所以你第一個呢 你跟你的設計師一定就是要講 你要有放長陽妝 跟長大衣的地方 完全沒有 我完全沒有 因為他設計圖給你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喔我是不是少了一個什麼 不 就是他就是一個設計圖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會少了什麼 所以第一個你一定要跟你設計師說 你做衣櫃的時候 你要有放長陽妝 跟長大衣的地方 因為他設計圖給你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喔我是不是少了一個什麼 不 就是他就是一個設計圖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會少了什麼 所以第一個你一定要跟你設計師說 你做衣櫃的時候 你要有放長陽妝跟長大衣的地方 你要怎麼樣估數量呢 你就去巡邏一下你現有的長大衣跟長陽妝 大概約莫你人生當中 同一個時期會有幾件 然後這樣去估 去巡邏你現有的那個東西的數量 再來第二個 請問一下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請問是La Brom Jeans的高度嗎 這個高度呢 就是一個非常莫名其妙的高度 所以我個人呢 就去菜市場 我的好朋友 菜市場買了這個 嗨大哥 莫大哥要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外面有目光 他不是叫 逼他們都要訂閱我的頻道 跟訂閱我的Facebook 所以呢 就是要買一個兔襪來兔 因為我那些衣服 我全部每一件我都拿不到 但是他當時設計圖給我的時候呢 你根本不會知道他做這麼高 因為設計圖是設計圖 你會看不懂 所以呢 後來我一個至愛的老師呢 就我們重複常出一些那位菲利斯 也是人稱菲利普的老師 菲利普老師說呢 他做一個東西叫什麼 弱什麼 忘記 就是他給你畫出來高度的時候 你最好就是這邊一片空牆的時候呢 你就是拿一支鉛筆 然後你就拿一個小梁 然後你就拿一個鉛筆畫在這 就是在系統櫃正式訂下去之前呢 你要叫 喔 弱樣 這個字好像弱樣 就是你拿鉛筆畫 你就這樣子 什麼東西你就這樣去試一試 你才會知道那個高度對不對 不然我跟你講 你看設計圖 你會完全就是不懂 那個東西是不是過高 或是過低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歐叉 叉得對 做出一個就是 LaBron James的衣櫃 我永遠都是 如果有時候這個東西適中的話 你就要踩上去拿 有時候就是不好踩的時候 你就要再拿一個小凳子 所以就是 弱樣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第三個呢 第三個就是 這個呢 這個我還算可以 我的小內衣褲呢 也是亂杖� 就是做內衣褲格子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我還算勉強 還算滿意 但是其實也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是 因為它太 它很深 所以我是覺得蠻好放 但是你永遠不知道下面放的是什麼 所以你做內衣褲格子的時候呢 這個我勉勉強搶還算OK 真的是 菲利斯老師 菲利斯老師說喔 他說這些都最好是不要做 他覺得是買 來照片這邊 就是買IKEA 或是現有的那種 就是買回來放的那種 一格一格 他說你這樣才可以去調配 但這一格我保留了太多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可以塞很 很多 所以如果你就是不想要去IKEA買的話 你記得你放內衣褲那格你要做深 但是你就是缺點是你下面你會 就是你要這樣翻 你會看不到 但是我告訴你什麼叫錯誤的 因為我發現我就是原來我的朋友 別的朋友還有我妹 他們的內衣褲那一格呢 都被做錯 給你看什麼叫錯誤的 來這一格呢就是 哇這邊還有LOGO呢 這個是非常錯誤的那一格 因為它過淺 所以你看如果奶這麼大的人 這個東西是不是根本就塞不進去 而且它就只能塞一件 所以如果你要做就是 內衣褲那一格的話呢 過深總比過淺好 像這個過淺就是一個完全 非常失敗的 就很適合放飾品 但是他拿給你設計圖 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美好 好像一格可以放很多東西 不記得 就是這種過淺 千萬不要 你要嘛就做那種就是過深 勉勉強強 就是還可以塞很多 但是就會變得蠻亂的 最好呢 菲蒂斯老師建議是買就是 現有IKEA那種有隔板的 再來下一個呢 就是細龍貴千萬不要犯的錯誤就是 因為它這圖那時候給你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 喔這圖就長得很美好 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是不是萬丈先淵 這一個就是一個 亂葬鋼 因為它當時給我放一個空格 我想說好像可以放什麼東西 不過我跟你講 我永遠都不知道後面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永遠都是 你看它這麼深 要找還要翻出來 對 我永遠都這麼亂 Forever 你知道好像是我真的女生很亂 不是 因為它根本 我需要一個抽屜 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有空格 空格只能在最上面 你任何身高以內的地方 就是不要有空格 因為你有空格 就是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那人家說 人家說可以放包包 因為包包你可能替換的那個次數 可能是一個禮拜一次 或是一個月 換一個包 就是包包你盡量往上走 所以你中間任何地方不要有空格 就是變成就是一定要是抽屜 就是一定要是可以出來 然後看到裡面什麼的 這個空格完全就是一個地獄的狀態 非至少說可以救 所以我就等它就是來救 因為這個空格 我完全不知道就是到底 你看我永遠都是 不是我不折 是因為我折了它 大概兩天就會亂 原因是因為我要把前面的搬出來 然後再拿後面 其實我有時候根本也不是拿後面 因為我根本忘記後面有什麼 不記得系統櫃 衣櫃 系統櫃子可以 衣櫃不要這種 就是不是拉出來的這種空格 最後就變這樣 再下一個呢 再下一個要注意的地方是 如果你做系統衣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全世界的人 應該大部分人 都是比較愛掉衣服 比較不愛折衣服 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很懶 如果你愛折衣服的話也沒關係 所以你要先思考 你是個愛折衣服還是愛掉衣服的人 如果你是個愛掉衣服的人 你就盡量全部都做掉感 你就是折衣服的地方 越少越好 因為你根本就不想折 所以你一定要先去思考 你是個愛掉衣服 還是愛折衣服的人 然後呢 你要去巡邏你哪些東西呢 是要是折 然後什麼時候要去 什麼時候要去掉這樣 然後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呢 就是我折衣服的地方 就顯然就是過多 那我根本就不折衣服了 所以我刮衣服的地方又過多 你看這邊也就是一個 比剛剛那邊更高的 我覺得這邊可能真的已經是 我不知道這俠客歐尼的高度還是什麼 就是比剛剛那個更高 它真的離我很遠 我不懂 我不懂 為什麼 這一次他當時就是在設計這個衣櫃的時候 他可能 看到我可能覺得我就是一個很高挑的女人 還怎麼樣 我才166而已好嗎 所以這個錯誤千萬不要犯這樣 再來呢下一個呢 是鐵籃 鐵籃這個部分呢 我個人是覺得 勉勉強強還可以 因為至少 太拉拉出來 但是菲利斯老師他建議大家 是不要做鐵籃的原因 是因為 他覺得如果你越跌越高的時候 喔像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就是IKEA 其實這裡面被我塞 差滿滿就是有IKEA這個東西 他說呢鐵籃他不見於是因為 越來越高的時候下面會有重量 所以你最下面那件衣服 或是褲子呢 他就會有那個鐵籃的痕跡 就變成一條一條一格一格的 但是因為我過亂 所以我目前還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到一條一格一格一格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講也是不無道理 然後再來呢 灰塵容易落下去 但是這一部分我是覺得還好 所以鐵籃這件事情 我是持中立的看法 我目前是覺得鐵籃還行 可能是因為這邊過爛 所以你就會 所以我就相較之下 那人就是有一個比較 你就覺得 欸天啊好像就顯得也沒那麼糟 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要去搞清楚 你到底是掛衣服還是遮衣服派 再來要注意什麼 再來就是 謝龍貴有一個注意的事項就是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東西的高度什麼 所以你旁邊的這一排打動的東西呢 身小的說就是每五公分一格 然後呢 呃成板呢 你就可以多採購 就是你繼續去數一些多採購 因為這樣子呢 你才不用就是 就是這邊東西很大收 然後你還要再去買那種 摸字型的夾板 然後把它分成兩層 所以呢 你就是五公分打一個洞 所以你就可以 非常自由的去調配你每一個成板的高度 然後還要叫它多付給你這種就是扣子 所以你就可以自由的就是扣到每一格 所以這一個系統櫃呢 你就會非常的萬無一失 那我新訂做的系統櫃呢 我就是 全部就是再加一倍的成板 就是原本它給我配好了 然後後來我一看一眼 因為 噢鞋子 鞋子就是不用做 就是間隔不用做太高 它原始的等一下可以放照片給你看在這邊 反正其實都那麼扁 其實靴子很少 所以我覺得全部我就說 再加一倍的成板 對就是 所以你要有這個概念 不然你就要再去買很多的摸字型的那個東西 回來擺 你就覺得很煩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一個給你們看 也是一個非常失敗的地方 像這個高度其實要掛長陽妝也不足 但是要掛長外套也不足 它掛一件衣服又過寬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它當時給我這個格子 長陽妝呢 長陽妝下面會變皺 長外套下面會變皺 但是紙掛一件上衣呢 它其實又過寬 所以我下面變成就是 我會想辦法塞東西 所以就變成這副光景 然後你又看到 釣衣感就是離我就是特遠 我是 我不知道它就是從 也漸進式 就是剛剛那邊稍微近 但是現在它離我就是更遠 我真的不知道 這電腿也拿不到 我電腿也拿不到 我這上去也拿不到 因為它 它好像更深了 我就更拿不到 你看 我這根的就是 我這球比較在施工 就是真的是拿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 確認就是你每一個 釣衣感的高度跟深度 對它越多越深吧 所以我就真的 越來越拿不到 所以呢那個 高度的重點就是 要嘛那一排 掛衣服的就是 掛衣服的高度 就是for一件 一件衣服的高度 下一個高度就是 for長大衣跟長洋裝 所以不要有這種就是 不知道是幹嘛的高度 因為這個高度就是很不對 它放洋裝也不對 它放短衣服下面有空格 但是所以我就 就往裡面就是不停的塞這樣 那後來呢 就再回來就是 多補充一點 就是如果 你要做鐵籃的話呢 就鐵籃中間的 這個空隙呢 其實不要這麼的大 因為你這樣 東西只會這樣往上疊 然後它很容易 攤幫 不如就是 其實我覺得菲力是講的沒錯 你不如做抽屜好了 比較不容易攤幫 那如果你很喜歡鐵櫃的話 這邊稍微設計好一點 是因為它這邊 留的空間呢 就是沒有那麼的 大所以就沒有那麼會 攤幫 因為你越來越高會 就是會攤嘛 所以你不如 這邊留窄一點 沒有什麼好留高的 對 這個沒有什麼好留高的 如果你要做鐵籃的話呢 記得就是 間隙不用這麼的大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這個 悲慘又昂貴的就是 這是好幾年前做的 就是系統衣� 所犯下的就是錯誤 然後還有注意事項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現在就是要做的是 儲物的系統櫃的話 因為我現在就是 正在做的是儲物系統櫃 然後我又沒有做 儲物系統櫃的經驗 所以呢 但是有這個慘烈的經驗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了 除了那個 旁邊的 洞要打一排 然後成板就是多採購之外呢 再來東西就是 要怎麼收 怎麼收就是要怎麼樣 配置裡面的配置 你去巡邏你現有東西 然後你就把全部就是這樣排出來 然後你就把全部就是這樣排出來 你就會看出它們平均的高度 就是你會把它這樣子 拿出來就這樣層層疊疊 就是你這樣 到底是這樣子呢 它到底是 它平均的高度是什麼呢 大概排個十幾樣 你就會知道 它平均的高度是什麼 然後你要它躺著呢 還是站著 這樣子呢去設想 你就是儲物的系統櫃 就是邏輯是一樣 跟衣服是一樣 就是你的衣服的均高是什麼 這一個就是for它 然後那個儲物的均高是什麼 這一個就是for它 你這樣子就會 比較就會做出 有可能就是比較符合你未來需求的系統櫃 好以上呢 就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系統櫃的時候不要 就犯下這麼多就是奇怪的錯誤 那如果呢就是我 我家裝好之後 我的系統櫃就是 呃 不管是效能還是樣貌都非常OK的話呢 我到時候就是也會推薦大家 但是因為現在還沒有做錯 現在沒辦法推薦 那這個呢就是完全就是打入地獄 它做的就是非常之爛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